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尼哥,這是我兒子 大家好,我是屈原 我們今天要去看一隻全台灣 絕無僅有,號稱神鳥 歡迎你來挑戰 我們要去看一隻很特別很厲害的鸚鵡 我跟你們講,鸚鵡講話不奇怪 然後今天呢,今天這個完全不一樣 保證全台灣一隻,保證 到達目的地了,那相信我右邊這位呢 你們很多如果有加FB社團的話 應該可以看到他們的聲音 那就是大家熟悉的玻璃 歡迎 全台灣就這一隻鳥 號稱神鳥等級,歡迎來挑戰 你可以看到網路上很多很會講話的鸚鵡 但是說實在的,玻璃是沒有辦法被取代的 它的技能是讀手語,它可以看手語 然後就可以知道要講什麼話 非常的厲害 等一下我們兩個也會獻學一些手語 然後請他教我們 火影人 看這些手語,玻璃能不能解讀 換個主人之後OK嗎? 好不好 阿我們會不會比一比好火球就放出來 不會了 哈哈哈 你們鳥寶吃的飼料是 還是 淋欄滿目的飼料讓你無從下手 現在你有更便捷的選擇 來自天然穀物 嚴選新鮮蔬果 全夜烘焙壓縮 營養均衡不流失 全面照顧家中寶貝 選擇好料掌握關鍵 今天五蔬果,健康跟著我 五蔬果飼料,您的最佳選擇 哈囉 好這個是哈囉 然後我們現在要學他的動作 那在這之前呢 我們會先給他一些東西 強化他的動作 就是我也可以給你東西吃 然後 這樣所以 你要聽我的話 你要跟我回家 嗨 嗨 嗨 你好 嗨 哇他很棒 超厲害的 我們現在要來測試一下 所以他媽媽現在不在旁邊 那現在就是我跟他 然後看他會不會看我的手勢 去做反應 好 那現在就是你修技能的時候囉 加油 那我們先來一顆 先說哈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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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不給我便知 嗨 嗨 嗨 喔所以這個是掰掰 這看起來超像一個人一直在打自己鼻子 他今天是IE有暗器 欸有了 在這次的互動過程當中呢 我們也發現玻璃的速度真的很愛玻璃 就連手上也有玻璃的事情 那除了玻璃之外呢 他們家有其他的成員 比如說現在正在拆車的這位 然後下一次的 part of the video 畫面在上面 就叫塑煙 然後你叫塑煙 誰叫塑煙 這樣嗎 再一次喔 小姨 漂亮喔 漂亮喔 這個應該是我要來寫的吧 我需要用的到嘛 這樣嗎 好 再一次喔 玻璃好棒喔 喔 她講小姊 漂亮喔 漂亮喔 這個小姊很漂亮的意思 她真的要認人 她認人 因為我看她一直在看我 那什麼 就是 吃飯 好棒喔 玻璃 吃飯喔 這個手語的練法好像是 一定要先講話嘛 之後加動作 因為你 你用筆的她不知道你要幹嘛 所以你就是一直動作一直反覆的強化這句話 讓她知道你在幹嘛 謝謝 這樣教的嘛 所以就這樣教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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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只要一靜音的時候 她看到這個動作 她就懂 我再拆解一次 所以就是說 她一定是動作家 嘴巴的語言 一次性灌輸 之後再給她強化物 那我的聲音停止的時候 就變這樣 讓那個鳥 看到動作或者是聲音 她都能理解 這個就是謝謝 玻璃目前啊 從主人教她手語 從日常的一些 生活用語 報一些專業的 她目前總共已經缺 超過30種手語了 所以 你只要有心去教育這種 任何一隻鸚鵡 應該都是會有可能 但是應該也是目前全台灣一隻 唯一懂手語的 鸚鵡 維麥 好的 那剛才相信大家看到一些 基本的互動 還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 像是手語之類 這隻鳥就是看手語 非常的厲害 而這個四組呢 他本身他是做美髮業的 然後這是他們的店 大家如果有興趣也可以來洗頭髮之類的 在屏東東港 屏東東港 如果是那個螢王的時候 你們也可以去東龍宮一起去看 然後順便來看可愛的玻璃 就這一次我們的參訪呢 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養鸚鵡呢 你要養好一隻鸚鵡 養出一隻人性化的鳥 它不光是你需要有一點專業度 其實專業度還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你有時間去照顧他 有時間去陪伴他 有時間去教育他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只要有心呢 也可以說人人都有辦法去做到這件事情 但是看你願不願意花這個時間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先拍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就幫我按讚分享並且訂閱 不要忘了開小鈴鐺 想要獲得更多資訊的話 可以去追蹤我們的FB跟IG 那先這樣啦 掰掰 還要 Hall 反應 珍貼 cipe 叫 零 簡 吧 嗯 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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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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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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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可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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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